如果说你这个家庭 你的儿女 受到很好的教育 在这个社会上 被大家所尊重 你做到总统 做到部长 你这个做父母的 走到任何地方都会受到人家尊敬 一样的道理 你自己没有成就 你的父母 怎么会得到贵神公斤 所以经上讲 这个超度 七分功得了 自己得六分 被超度的人 只得到一分 自己念佛 一天一夜念到一心不乱 这是你自己得到的功德 你母亲沾一点光 得你的福 升套一天 这是七分之一的功德 所以自己要不成就 对方就得不到这么大的福 通常这个布施 那只是请他们来吃饭 你想放咽口 放咽口是请客 请吃饭 他得到宝宝 他得到保暖而已 得到个温饱 不能帮助他 离开我道 真正离开我道 你说超度这个法师里面 做法师的这些法师 随稳如惯 这个一堂法师做了之后 他自己真的 他就做菩萨了 他境界就向上提升了 那个超度的效果就大了 所有超度的人 必定升天 那你说 为什么升天 因为这个超度的佛师 这些法师们 这么样认真 以清净平整心来修学 他自己超凡入身 从凡夫地提升到菩萨 是这么个道理 如果佛师做完之后 你还是个凡夫 你就没有这个力量 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做超度佛师 要认真 念叠这些经文 念叠这些寄宋 一定要骑入这个境界 入这个境界之后 要不退转 那这个功德 无量无边 得到富的人 不知道有多少 不可以说富淫 不可以 超度哪里可以探价钱 那做生意买卖 那是什么功德都没有 完全流于形式了 这个错了 不仅是超度亡灵 真的超度自己 自己超度了 亡灵就跟得超度了 自己没有办法超度 亡灵是决定超度不了的 这是佛法常讲的 自己未度 要想度别人 无有是处 没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在镜上看到 光木女 真的自己得度 婆罗门女 自己得度 自己得度之后 这样才能度人 这些亡灵 成他的这个 富裂 超身 超身 中国在早年 规模最大的 梁无地 梁无地 超度他的face 主持这个超度法会的人 保志工 那是当代的高僧 保志工 以后我们晓得 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 观世音菩萨 亲自主持 这个超度的法会 以后传下的梁黄灿 观世音菩萨 主持这个法会 超度梁无地的妃子 也只到逃离天 祝佛如来 要来主持 也如此 靠别人的佛报 只能够达到这个境界 再往上去 一定要靠自己的修行 自己没有修行的功夫 不行 借别人的佛报 最高到逃离天 这个道理于事实真相 我们都要清楚 都要明了 所以自己修行 所以自己修行 在这种中心里的佛报 然后再往下 然后再往下